今天我们讲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其实我们今天最主要的部分 后来我看了一下内容 其实最主要的是还是讲的银行监管 不过大家如果理解这个银行监管的 银行监管的这个内容 也能理解金融监管 我们一会儿如果有时间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概的演示一下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内容 银行监管和我们今天讲的大部分内容 基本上都是银行监管 金融机构和银行监管 如果我们看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如果有所了解的同学 应该知道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 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只有一个主要的金融机构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它同时承担 上一次我跟大家说了 有一个中央银行的职责 也有一个商业银行的职责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我没有说的 其实它也承担了金融监管的职责 只不过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一个金融体系里头 只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话 金融监管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 那么到1984年 84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 给分开来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金融监管的责任 留在了中国人民银行 所以如果大家看在90年代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90年代 尤其是早期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央行的结构 会发现它里头有很多不同的机构 除了货币政策师以外 里头有很多比如说银行监管一师 二师 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师等等 事实上保险证券银行监管的责任 全部都在央行里头 也就是在人民银行里头 那么后来我们的市场发展了 我们的金融机构发展了 后来就发展出现在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 所谓的一行三会 一行三会就是我们国家的 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 人民银行下面三个 这个中监会 银监会和保监会 一般大家如果看这个金融机构 其实这四个机构 他们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蓄力里头 它的级别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都是部级单位 但如果是看国务院这个构成 组成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 这个政府的一个正式的这个组成部分 但是三个这个监管机构 它的这个地位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说实话我也说不清楚 它不是一个像比如说 像财政部 像国家发改委 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部门 它的这个性质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如果我们看它的这个主席 它理论上来说 它的这个级别和行长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正部级干部 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政府里头 看你做什么工作 看你是什么地位 最关键的看你是什么级别 那么当然就我们从这个分析这个体系来说 无所谓它是什么级别 但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相互的关系 但一般来说 大家还是感觉有央行 央行的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在下面的这个机构 一般来说我们说要金融监管体系 要加强协作 如果要加强协作或者加强协调 一般有谁类协调 一般央行 人民银行的这个工作 相对就来说就比较重要 当然了 这个有央行三个机构在这里头 也说明它在一定意义上 它的工作之间是有一定的重叠的 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举个例子说 我们说这个现在调整这个市场的流动性 调整市场的流动性 或者是我们这个调整这个货币政策 对经济的支持 一般大家知道货币政策 最重要的这个决策机构 是央行 对不对 中国人民银行 利率也好 这个保证金也好 或者是公开市场操作也好 都是由这个央行来做 但是央行我们知道 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货币供应的数量 央行可以决定基础货币的数量 最后比如说我们前两年 前两年其实到现在还是这样 大家感觉到对货币供应量的这个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银监会的这个影响力 超过了人民银行的影响力 为什么呢 因为人民银行 它能决定的这个是基础货币的这个数量 但是银监会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影响或者甚至决定 贷款或者存款增长的这个速度 我们以后讲这个货币政策里头会讲到 货币发行量 供应量 M0 M1 M2 它实际上最终的这个数量 并不完全是有基础货币决定 是基础货币乘上一个乘数 这个乘数是怎么决定的 这个乘数是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贷款或者你的存款 在银行在金融部门不断的这个轮转的这个次数 那么银监会就有能力可以影响它的这个周转的这个速度 有的时候它说发快 有的时候它说发慢 实际上在货币政策上它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所以说和这个曾经有一些央行的官员就会抱怨说 说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货币政策都改成由银监会来这个来决定了 而不是人民银行 当然也有的时候有人说 说这个银行改革的时候 理论上来说银行改革应该由银监会来主导 但是我们国家在03年04年的时候 银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银行主导 所以他们之间显然有分工 他们的工作之间显然有的时候也有重叠 甚至有的时候有矛盾 这样的一个框架 实际上第一是在不断的形成当中 第二他们的相互协作其实是非常重要 现在的框架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上面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非常清楚 货币政策主要就是货币政策 那么当然也要对这个国内的货币市场和这个外汇市场 进行这个监督监管 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 SAFE的工作就很简单 当然这个简单这个词说的不好 这个SAFE的这个工作 它的责任很清楚 就是管理外汇市场 制定外汇政策加上负责外汇储备的这个投资 外汇储备的管理 所以它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清楚 但是在央行里头也有一些很具体的部门 举个例子说 金融市场稳定局 金融市场稳定局这样的一个局 它的职责显然和各个监管这个机构 之间是有一定重叠的 对不对 什么叫金融市场稳定 金融市场稳定就是在看市场上有哪一些风险因素 但是它是更多的是从宏观的层次不断的这个这个来考察 我们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我们不需要具体的再来看它每一个内容 有时间大家可以这个大致的这个去看一下 总体商来说 总体商来说非常清楚 就是一行 引领三会 分工负责 每个人管一片 银监会管银行 金融机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托公司 证监会管这个证券 期货市场 那么保监会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 保险公司 保险机构 保险市场 所以这三个机构 这个一行三会之间 有协作 有分工 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重叠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金融监管体系的这个基本的格局 我们下面会具体的介绍一些他们到底做什么 尤其是银行监管里头做什么 但是这个每个国家的这个监管体系模式其实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说如果看银行监管 银行监管具体来说在中国属于银监会的职责 也就是说谁想办一个银行到哪儿拿牌照 当然到银监会那儿拿牌照 在美国你要开个银行到哪儿拿牌照 当然是看地方性的和看这个全国性的 如果是全国性的银行 你要到这个大美联储去 继续